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列王纪夏 过去几天休息了一下 圣经我就没有在录节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天都读经啊 我每天也都有读经的 只是没有录节目 今天我们是列王纪夏 第九章 第九章我们分两次 今天是一到二十九节 先知以丽莎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 吩咐她说 你竖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激烈的拉墨去 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约户 使他从同僚中起来 带他进严密的屋子 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 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说完了就开门逃跑 不要延迟 这个大家注意啊 其实耶和华呢 就是要告耶和为以色列的王 当年 这个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 这个耶和华神就跟以利亚说过 是吧 说你回去 是吧 你要告哈学 告耶和 你要这个拣选这个以利沙 是吧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中以利亚一生 神都没有让以利亚去做这个事情 最终呢 是由以利沙 上面 前面啊 告了这个哈学 是吧 然后现在呢 以利沙又派了一个 先知门徒派他去到前线 这个激烈的拉末啊 就是呢 当时以色列 北国和这个亚兰国 他们呢 这个征战的这个前线 也就是说这个耶和呢 是一个将军 他在前线的 那么就让他呢 去高利耶和为以色列的王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王 还健在呀 那也就是意味着上帝呢 在这个时候就决定要 使用这个耶护 用他了 来审判 亚哈加了 我们说的啊 就是说 不是不报啊 是时候未到啊 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是吧 是掌握在神的手里 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 再有呢 大家要注意 他这个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 也就是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省略 一个略说 后边肯定会出现 详细的内容 就是耶和华到 除了说 我高你做以色列王之外 耶和华还要吩咐些什么呢 在这个技术的时候 以利沙吩咐 先知门徒的时候 就把他掠去了啊 那有人说 以利沙为什么要让这个先知门徒 高丽完耶和呢 就开门逃跑 不要迟延呢 那不知道 那我们知道 肯定这是神的吩咐 是吧 肯定是神的吩咐啊 反正神吩咐以利沙了 以利沙就这样来吩咐 这个先知门徒 那至于有的解经的人 肯定有很多种解释啊 什么怕他被耶和灭口啊 什么 怕什么这个那个 是吧 我觉得都是猜想 其实没有必要去猜想啊 于是那少年先知 往激烈的拉末去了 到了那里 看见众军长都坐着 就说 将军呐 我有话对你说 耶和说 我们众人里 你要对哪一个说呢 回答说 将军呐 我要对你说 耶和就起来进了屋子 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 对他说 我们看 下面这就是如此如此说的内容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高你做以色列民 我高你做耶和华民 以色列的王 你要击杀你主人 雅哈的全家 我好在耶洗别身上 生我仆人 众先知 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 雅哈全家 必都灭亡 凡属雅哈的男丁 无论是困住的 自由的 我必从以色列中减除 使雅哈的家 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 又像雅西亚儿子巴沙的家 耶洗别 必在耶色列田里被狗所吃 无人葬埋 说完了 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那我们看啊 这个耶和华让这个少年人呢 就是把交给耶护的这个任务啊 交代清楚了 要他呢 高他做以色列的王 要他呢 击杀雅哈全家 身 耶洗别身上 身 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缘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耶洗别 杀先知 是吧 杀耶和华的 啊 先知 对不对啊 当时那个额巴底还救了一百人 但是呢 还有些被他杀了啊 这个耶洗别还杀那个拿博 是吧 还记得那个拿博吗 因为雅哈想要他的葡萄园 是吧 耶洗别那就把他杀了 社稷 对吧 哎 那么就是说 凡是雅哈 啊 属雅哈的男丁 无论困住的自由的 必从以色列中检除 就像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 就像雅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 啊 就全部都要检除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北国以色列呢 他是经历了这么几个王朝 第一个王朝是耶罗伯安王朝 传 几代 是吧 第二个王朝呢 是巴沙王朝 传几代 然后第三个王朝呢 就是安利王朝 一直传到雅哈这 啊 那么然后 第四个王朝呢 就是耶护王朝 啊 呃 他跟那个犹大南国不一样 犹大南国是一直都是 都是什么呢 都是大卫的子孙 他没有啊 像以色列北国这样啊 这么这么更换 呃 这个就有点 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历史上 是吧 不是出现那种 呃 这个南北对峙的时候 是吧 常常是南方会有一个稳定的朝廷 是吧 一代一代的子孙相继 是吧 而北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就是啊 换一个 再换一个 换一个 再换一个 这个样子啊 这个 一个一类比大家就很清楚了啊 就是他上次的 以色列北方那个朝代更迭比较多啊 更迭了这么四轮啊 但是呢 犹大南国呢 是一直都是大卫的子孙啊 所罗门的子孙的这个 父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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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传下去的啊 呃 那么 这些呢 其实就是把之前 耶和华给雅哈所说的 对他的审判的预言 其实就是又重复了一下啊 耶喜别避在耶斯列田里 被狗所持 无人葬乃 耶和出来 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 他主人呢 就是指的雅哈呀 就是他的这个同僚们 是吧 有一人问他 平安吗 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 所以啊 你看有的人说啊 说少年人跑啊 可能是怕耶护杀他 是吧 你其实你要从这里看 他可能也是怕那其他的将军们杀他呢 是吧 所以说这个没有必要去猜啊 就是神的吩咐 回答说 你们认的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 他们说这是假话 你具实的告诉我们 也就是说一开始呢 耶护不想说 是吧 但是其他人一看就已经看出了端倪 首先他们知道来的这个是先知门徒 这肯定是知道的啊 再一个呢 他们两个人进了密室 是吧 然后出来之后少年人就跑了 然后呢 耶护呢 那少年人不是把高油倒在耶护头上了吗 是吧 所以当耶护出来之后 他头上有高油啊 大家都能看得到啊 以色列人一看到这个头上有高油就其实就大差不差 98%是吧 就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想确认实际上就是啊 说这是假话 你具实的告诉我们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告诉我们事情 回答说 他如此如此对我说 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所以大家注意这里边的如此如此如此 三个如此 又是略写 因为前面啊 已经详细的写出来了 所以说这里耶护就据实告诉了这些将领们啊 少年人啊 怎样传达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话是怎么说的 他们看他们的反应啊 他们就急忙将各自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 使耶和坐在其上 他们吹脚说 耶和做王了 这样宁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耶和背叛约兰 这个也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相似的联想 我们就会想到 当初其实雅哈的家族得到 以色列北国的政权 也是案例啊 在军中是吧 反叛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案例建立了案例王朝 是不是啊 但是呢 但是当时案例反叛了之后 这个心力还 是吧 和案例有这个争夺 但是我们看很明显 现在耶护已经是众望所归了 是吧 大家听了之后 马上就把衣服铺在上层台阶 耶护坐在旗上 吹脚说耶护做王 他们就拥戴他做王了 为什么 不仅仅是因为他得任性的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耶和华派先知来高丽了他 所以也不要把他简单的理解成 说这不是另一种类型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吗 是吧 不一样是吧 耶护这个是耶和华的高丽 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 把守激烈的拉末 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亚兰王哈薛来攻打这个激烈的拉末 然后约兰率领以色列众人在这里把守 结果呢 约兰受了伤 大家还记得前面第八章有讲 但约兰王回到耶色列 一致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 因为他受了伤了 所以他就回到耶色列呢 去养病治伤 然后呢 这个前线啊 这个激烈的拉末前线 就留下耶护等众将领在这里守着啊 那么就是说这个战事随时还有可能再发生啊 耶护说 若和你们的意思 就不容忍逃出城 往耶色列报信去 因为当时这个激烈的拉末啊 距离这个耶色列啊 这个应该不是非常的遥远啊 那么如果啊 有以色列王 这个约兰啊 是吧 有他的啊 这个 肯定人家也有他的情报人员呢 是吧 所以呢 耶护说 我们不容忍逃出城 往耶色列报信去 一个人都不能跑走 是吧 要把所有的人都控制住啊 不能随便外出 于是耶护坐车往耶色列去 然后我自己要掌握主动权啊 我自己坐车往耶色列去 因为约兰并卧在那里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耶护坐了王了 但是在耶色列的约兰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耶护他坐了王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控制住了所有的啊 这个这个约兰的情报人员 然后没有一个人逃出城去往耶色列报信的 而他自己去亲自坐车前往耶色列 要去干嘛 要去剿灭约兰呢 是吧 这一国不能容二主啊 是吧 一山不能容二虎啊 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 看望他 这个他就是指的约兰呢 因为这个约兰他实际上是亚哈谢的舅舅 他是亚哈谢的舅舅 而且他很有可能还是亚哈谢的女婿 不是 这个亚哈谢啊 亚哈谢还是约兰的女婿 因为他的女儿 他娶的妻子啊 也是这个 以色列北国的公主 那么那他的母亲啊 是这个约兰的姐妹 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啊 因为都是耶喜别所生的 所以他们这是有亲戚关系啊 那么他知道啊 自己的老丈人 自己的舅舅啊 这个受伤了 病过啊 然后他呢 就离开耶路撒冷到这个耶色列去看望他 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色列的楼上 看见耶护带着一群人来 就说 我看见一群人 这个就说其实就是就去报告这个约兰 是吧 那当时因为是前方还在 打仗嘛 是吧 所以呢 就啊 就是关于这方面啊 就比较警惕 约兰说 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 问说 平安不平安 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护 说 王问说 平安不平安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 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哎 就把这个来问的人呢 给扣留下来了 你到我后面跟着走 是吧 给你没 给你没关啊 守望的人又说 使者到了他们那里 却不回来 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 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 王问说 平安不平安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 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把第二个也扣下了 守望的人又说 他到了他们那里 也不回来 车赶的甚猛 像凝视的孙子 耶护的赶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耶护呢 应该是 在以色列中是 骁勇善战很有名的啊 守望的人 看这个 这个赶车甚猛 都能够判断出来 这应该是耶护的赶法啊 约兰吩咐说 套车 人就给他套车 那这个地方也有啊 就是和前面 大家不经常想到 当时啊 这个 要杀先知的时候 还记得吗 是吧 也是啊 50个军长 是吧 去一波啊 然后呢 这个啊 再去一波 是吧 然后第三个 又去 但是我们看在 这里也是啊 这个 骑马的 骑马的人 来一个 是吧 再来一个 然后第三个 谁来了 约兰说 套车 我亲自去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约兰呢 就是啊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啊 他决定自己亲自去啊 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 各坐自己的车 出去迎接耶护 注意是迎接耶护 在耶色列人拿脖子前那里 遇见他 约兰见耶护就说 耶护啊 平安吗 耶护说 你母亲耶洗别的 银行邪术这样多 也能平安呢 约兰就转车逃跑 对亚哈谢说 亚哈谢呀 反了 耶护开满了弓 射中约兰的背脊 剑从心窝穿出 约兰就铺倒在车上 足见耶护真的骁勇啊 是吧 一剑就射穿了约兰 从背脊射中 从心窝穿出 而且大家要注意 是约兰死在了哪里啊 对 耶斯列人拿脖的田里 还记得耶斯列人拿脖 他的葡萄园吗 还记得约兰想要买 拿脖的葡萄园 被拒绝之后 他就在耶洗别面前 哼啊嗨啊 饭也不吃了 然后耶洗别就设置计 把拿脖 以及拿脖的家人都杀了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哦不对不对 是雅哈 是雅哈 雅哈想要 是吧 然后这个耶洗别 就是说 约兰的父亲和母亲 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记住啊 就是啊 耶和华 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呃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如果这当耶和华要来给你进行审判的时候 从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 所以雅哈和耶洗别流了拿脖的血 是吧 他们的儿子约兰就被射死在拿脖的田里 然后他们的孙子就是呢 这个约兰的啊 那些啊 那些孩子们是吧 一个一个的也都将要死去 啊 这雅哈的后代子孙啊 都是全部都会被解灭的 OK 耶和华对他的军长 必假说 你把他抛在耶稣列人拿脖的田间 你当追想 你我一同坐车 跟随他父雅哈的时候 耶和华对雅哈所说的预言说 我昨日看见拿脖的血和他种子的血 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 把他抛在这田间 所以耶护呢 他很明白神的心意啊 你看我是在这个耶稣列人拿脖的田里 杀死约兰的 是吧 这恰恰呢 是应了耶和华啊 给我的吩咐 也应了耶和华当年对雅哈所说的预言 拿脖的血和他种子的血 神见到了一定会在这块田上报应雅哈 所以雅哈的儿子约兰就死在了这块田上 并且被抛在田间 犹大王雅哈谢见这光景 就从园亭之路逃跑 耶和追赶他说 把这人也杀在车上 到了靠近以柏连孤儿的坡上 击伤了他 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 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 与他列祖同在 雅哈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 是在雅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 这就是呢 列王记下九章一到二十九节 那可能有 说这个 因为呢 神 纪念 这个 雅哈所行的恶 是吧 然后呢 报应到 他的儿子约沙法身上 当然他的儿子约沙法也没少行恶 他们都是行这个泥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恶 是吧 那么这个雅哈谢 犹大王雅哈谢 这不是挺无辜的吗 好迷恶的人 他跑到这 他来这看病的 看望病人的 然后结果耶路就把他也杀了 这不是 这不是无辜受害吗 这不挺无辜的吗 哪有什么无辜啊 你想一想 这个雅哈谢前面在第八章不是已经讲了吗 雅哈谢 是吧 他不去效法他的父亲 对不对 他不去效法他的父亲 他反倒效法谁呢 效法雅哈家 是吧 他效法雅哈家 他效法呢 这个 他的这个岳父 约兰 是吧 他的母亲 约兰的妹妹 是吧 他的这个外婆 这个耶喜别 他的外公 雅哈 他效法他们 他跟他们学 所以呢 他才会啊 在这个约兰受伤的时候啊 前去慰问 所以呢 他才会在约兰的啊 这个被耶路所杀的这个时候 而也被杀死 这这其实是他呢 因为他与他们亲近呢 他效法他们呢 他也行啊 他们所行的那些恶事 所以呢 这就就是啊 没有说啊 你说你无辜受害 是吧 但是呢 像拿伯 是吧 哎 我们说 哎 拿伯就是无辜受害 对不对 因为拿伯是个艺人啊 是吧 他就是 谨守遵行 耶和华的道 是吧 即使是在 怪力乱神 啊 盛行的北国以色列 即使是国王雅哈 要啊 出高价 购买 或者是交换 他的这个啊 这个产业 那么他 遵守耶和华的意 而言辞拒绝 他 被杀了 被耶喜别社稷所杀了 不仅他被杀了 连他的种子 也都被流血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 耶和华是纪念 拿伯和他的种子 只被杀了 是吧 所以呢 也就让 雅哈的儿子 约兰 啊 也就让雅哈的妻子 耶喜别 让他们呢 都应验了 耶和华的预言 所以说 你不要觉得啊 神啊 神 神好像啊 这个不对呀 是吧 这个 既然是 如果神要爱使人 就不应该啊 让好人死 是吧 应该都让坏人死 是吧 这个还是 还是那句话 人必有一死 但是死后 且有审判 我们不要总看到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死 有人呢 是 我们肉眼看到的死 是死了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死 也是死了 是吧 而有的人呢 是什么 我们肉眼看到的死 是死了 我们肉眼没有看到的地方 他们并没有死 而是得到了永生 同样我们也是 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到底是想追求的是什么呢 想追求长生不老吗 我们看一下那些独裁统治者都想追求长生不老 为什么 因为他怕死 他知道自己死后要下地狱 他知道自己是没有永生的 所以他就想永远活着 永远活着啊 用自己今生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然后让自己永远的活着 包括现在 你看他们什么各种器官的这个更换呢 但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永远活着 而且 在他们追求永远活着的过程中啊 实际上他们 并未得到活着的自由 他们活的每一天 其实都战战兢兢活在地狱里 活着就已经是在地狱了 他们恐惧 他们战兢啊 他们这个啊 担惊截律 处心激励 做尽各种丑事 恶事 坏事 然后 害怕死去 而我们作为基督徒 神的儿女 我们既不怕勇敢的活下去 我们也不怕面对未知的死法 不管是什么样的死法 无所谓 是吧 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会得到永生的 我们是会得到神的这个接待的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对呀 有没有这个自信呢 我是有这个自信的 是吧 不是 不是对我自己有信心 而是对上帝有信心 我们就要全然的交托 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 OK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是2023年1月24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我这几天呢 在这个主频道里呢 就是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呢 讲了一个三体系列 三个节目 然后讲了一个法轮功系列 也是三个节目 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看 都蛮有意思的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 都蛮有意思的 山顶 山顶 都蛮有意思的